這是一個專門 所以我們講的是像這一類的這樣 對對對 其實是這些這些 那也是會在報紙上 對 當然當然 所以可能時代共好就有下一個就是AI教育 就這個時代共好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推出過 我們這個禮拜最新的是公路正義 公路正義 對 行動正義 就最近很正在做對不對 就是交通正義 對對對 正在做 這是一個新名詞 公路正義 我們好幾年都做過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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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2011月內就做過一次 是 其實我面對工作很 就是從2012年開始 對對對 對 我們真的有錢就怎麼會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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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就你就想請您看一下說 您之前有聽到說 人類應該要把給愛當成一個個秘宗 嗯 好跟它和平一下 嗯 其實這個教育有關 你覺得死的時候要培養照顧嗎 嗯 那怎麼培養 你覺得可以在哪拼階段之後開始 嗯 是 嗯 我想它是一些是沒有五種 不一定是一個 每種不同的AI是不一樣的 主要還是 我們跟AI互動的方法 有些是 它是好像在背景 然後 就是相信它會做好幾件事情 好像 我們想說像傳新的新歌 我們就是覺得它就會飛到那邊 在中間一邊沒有連動 這是一種 或者像當網群 它必須要跟一個特定的個人 有很深的信任關係 對不對 這又是另外一種 那 呃 當我們說自駕車的時候 它比較像是 原始社會裡面的 還沒有巡化的 我們也不知道它的 坐在哪裡的一些 一些野獸 但是我們可能要 慢慢把它變成 像是馬一樣的 就是 交通工具這樣子 就是 人跟馬給有一段 很長的互相巡化器 所以 我不想不是 單一的物種 就是 會有一些新的物種 對 可是 可是像 馬 我們也是 自駕車是 我們發明的 嗯 你說就是 它是人類發明的 可是你還是覺得它是一個 需要去發揮的 雖然它是我們發明的 嗯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它後面的那個 學習的方法 是我們照著我們對於 打腦的認知 試著把一部分 用機器做一次 那我們現在對於自己 大腦的認知 其實還不是那麼 深入 所以 我們能夠在機器裡面 去 試著模擬的 也只不過是 大腦裡面一些 很特定的種樹 好像說 19種樹 或者是一些 女演種樹 裡面有一小部分 那這些部分 我們比較知道 才是在運作 那最近當然 大家覺得 很能使用 自駕駛比較相關的 就是說 我們在不同的地點裡面 在大腦裡面 使用不同的生肌 在機器裡面 在機器裡面 叫Place Cell 那像蝙蝠的話 它甚至空間 三位空間 在某一個地點 它也是用自己的生肌 那當我們比較了解到說 我們在腦裡是怎麼樣 表現這些空間的概念的時候 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讓機器 就用類似的方法 來進行學習 可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大腦 都認識的 沒有透徹到說 怎麼樣整合這些 各自不同的 中書這件事情 怎麼可能那麼了解 有些假說 比方說 像我們在腦裡 有個很大的工作區域 等等 可是那些都還沒有 非常詳細的實證到 它可以變成連鑽法的程度 所以說我們現在 比較做的是說 你說人類發明出來的 它發明出來的 比較像是 發明出我們怎麼 把腦裡面的這些 神經連接的方法 放到機器上的這個手續 但是 但是當你 實際放到機器上之後 它還是要大量的經驗資料 它才能夠學會 這叫機器學習 對 那以前的事情是說 在這一代的人工智慧 大概這十年代 我們比較多的就是說 它可以記得更多 過去的事情 它的記憶能夠更多的 來讓它現在的 做的事情 被之前的學習的軌跡 所影響 它自己更能夠去找到說 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裡面 中間一些可能有關聯 或不需要一個老師 隨時來告訴它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錯的 那它可以從大量的 比方說 貓咪的圖片裡面 不需要有一個老師 一起拿著狂妄 或者是貓咪 就不是貓咪 它可以整合出一些 相似的部分 那這些當然都很棒 但是就跟教小孩一樣 我們其實 它看到什麼 大概就會學到什麼 那而且 對 而且 而且學到什麼 我們事前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說它是發明的 可能不是吧 它發明的部分 真的只有 底層的那個計算的價格 對 這真的是比較像一個聲音 它算是 你說是一種重新認識 自己的方式 是 是嗎 對 就是說其實人類的特性 就是說 我們對我們自己是誰 我們在自然環境當中的位置等等 很多就是跟著動物一起的 那像人跟狗的關係 它其實就是原始的圓 或者是Omini的類人圓 跟原始的狼馬 那他們經過太多長的時間 並一次訓話 那我們中間學到 很重要的事情 像是 對方眼神看哪裡 的時候 你跟著看哪裡 表示你知道對方的距離離放哪裡 那這個叫做Days 那這件事情 一般有一些學者說 他目前算蠻主流的 就是說 最早的 可能也沒有這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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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慢慢人跟狗 一起共生的過程裡面 對 對 你也不知道是誰在訓話誰 其實就是他變成了 就是雙方都有三的能力 那問完 當然更是成功 你跟貝愛其實也是 類似像 互鼻子 跟我所出席的關係 對 是 對 其實 像之前 就是 有看到有可以 來實驗的時候 是讓小孩子從小 分AI 一出生肉房子 怎樣 一跑來實驗 就很想說 這個實驗法 他們覺得是正面 外面也有說吧 就是覺得說 好像這是一個AI時代 如果不跟上AI 他就輸了 所以這樣就很乾淨 那種AI造型的事情 所以要開始 那種開 我想就是說 覺得他是神秘的 或者覺得他是 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使用 那這樣子當然是 對社會本性是不好的 就是錯誤的 錯誤的 對 對 對 我有一個朋友 一開始介紹 我認識 就是Deep Learning 這件事情的生活 他舉了一個 他叫 Blaze Alvirae Arcus 是之前在Google 負責個人化碟 的一位朋友 Blaze 他的說法是這樣 他說 這就像是我們 剛發明了火焰 那火焰呢 其實 早期人類使用火焰主要是 原來噴不噴條 那這個噴條的過程 就有點像是 我們那個消化系統 裡面的某些部分 我們移到我們的消化系統 外面 來做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因為在原始人類 你不管菜籍還是捨裂 你一餐能夠吃的有限 那你沒有吃掉了 就沒有了 那而且它復來的非常快 但是當我們把它移到外面去之後 第一個它比較營養 當然 第二個是說 你可以製作像 拉揉熏柔這種 它可以保存比較久的 等於是可以批次處理 你自取的那麼多原始資料這種 就不需要等人類比較慢的這個消化系統 你可以移到外面比較快 處理比較大量 那因此 文明當然就開始而出現了 那它的比喻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一代的機器學習 它比較就是像 我們把腦裡過假思索 不到一秒鐘的事情 移到體外出做 就像火焰一樣 那這樣的好處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是老師 要批改很多考卷 那這樣你可以移到外面 讓一個AI幫你 批改所有的考卷之類的 那這樣當然就是說 你就多一些時間可以延長出 那些不假思索的部分 就是很容易的部分 你也不用自己做 但是這跟火焰一樣 就是說如果大家覺得 這是很神秘的 只有一些祭司可以使用 或者是只有一些 就是別人可以使用 總之不是大眾 那這樣的話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火焰它也有可能 倒是火災 就是你要怎麼好好使用它 這件事情 如果不是從小就培養 或在你的工作當中培養的話 那很容易無用 那AI最常見到的無用 就是說它會有BIAS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對於一些偏見 那你使用AI的方法 你就會灌入你的偏見給它 那AI就會按照你的偏見 去放大你的偏見 而且甚至還讓你覺得 這個偏見是很合理的 那這當然是一個很可能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使用 我想我現在在原來的文明上 我們現在並不是不讓小孩子用 我們是從小就有點像家政客那樣子 去教小孩怎麼樣煮東西 那你要注意怎麼樣 挖絲要怎麼樣開啊 怎麼樣不能吃火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等於每一個人都有最基本的 安全的意識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更重要的是 他不會覺得 這是什麼很神秘的東西 當然我們還是有 非常擅長喜歡火焰的 米其林三星主廚之類的朋友 但是你不會覺得 我跟他是不同階級的人 你會覺得任何人 他只要透過用力 或他只要需要 他就可以再多掌握一些注意 那這個東西 不是好像只有少數人才能夠使用 所以我想AI的民主法 就是讓他變得 所有人都覺得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這是大家都拼用了 洗起這種目擊的目的 所以你覺得 讓他從小開始的 並非是 為什麼 不要去蓋信號 是不是為了社會的工作 對 對 可是這條件 所以你會覺得 台灣應該要推動 國小做 應該要開始 認識 學習 與AI溝通 國小這段 對當然 就是說因為事實上 已經是在 與AI溝通 所以說不管你是用 Google Map 或是用Siri 還是用什麼東西 你已經在AI溝通 他後面有大量的 AI機器學習的部分 所以你不可能不去認識他 那如果不去認識他的 結果就會是說 那就是一些偏見 那與其說讓放任社會 就是有這麼多偏見 當然不如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看到的 現在這些所謂的AI 它後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而且這些後面的東西 它不是什麼別人做的 然後你只能使用的 它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做的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 什麼呢 像是法律素養 或公民素養 就是說 法律它不是只是冷冰冰的 別人寫了 我們只能遵守 而是它是一個活的東西 每個人都可以 運用自己的公民權利 運用自己的 就是法律與的知識 然後來爭取自己的權利等等 那當他跟他個人 產生關係的時候 這個知識就變成活的 那如果他只是 背誦一些法律條文 或背誦一些演算法 那這當然沒什麼動作 對 可是之前有一點 有提問問你說 因為要學AFG社群 可能一個字 對 那台灣都是一個城鄉 差距很大 是 那如果說到推動 過小的學生 都會開始去的城市社群 對 我才有這樣子的思議 是 當然我們現在就是 用了那學員的一些層 有一個前瞻技術建設 裡面的數位建設的部分 它基本上就是 有三層 一層是所謂的 建設小園智慧網路計劃 對 那這個當然可能很熟 我覺得我特別講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在偏鄉領島地區的 關頻普及計劃 那這是所謂蔡總統 所謂的 關頻紀元權 人人和人 只要連不上 高速網路 都是政府的座 對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怕不上 那除了就是 這邊是硬體層跟連線層之外 我想更重要的就是 它是 學習的這個 資訊的應用環境 嗯 因為很多電箱 它並不是 四居網路不夠快 事實上 四居網路通常 也很快 因為是平地 而且擁有的人 可能比較少 那 對 也不是說它沒有硬體 事實上 像現在即使學生 他是屬於弱勢加護 或宇宙民族的朋友 或之類 我們接下來也會有計劃說 我們要三年 然後我們要換一個平板 之類 就是確保說大家都有硬體 所以我想硬體 可能連線 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的關係 是比較不是問題的 那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大家在學習的過程 是 我們說Steam 對不對 那 那 Steam的 概念其實是 是新科科很看重的一個 對 那但是就是說 大家是怎麼想Steam這件事情 我覺得才是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科學 好像說自然科學 人文藝術 或者是數學 這三個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而且主要是國中教育會考的 會 會考的 會考的 所以 SAM的部分 是大家熟悉的 那但是 T跟Tank 對 它感覺上有點像外加 像科技領域 是新的領域 那像工廠 就是說工程 一般是覺得 連你分流去技術高中 或你分流去工學院之後 你才需要掌握的東西 你才是深入的 那所以大家 就是說 對於T1 怎麼樣加強SAM 這件事情 才是關鍵 因為你剛剛講的是說 偏向這些地方 它的T1的硬體 或者網路有沒有 那這個我們reasonable 是會有的 但是 他們那邊的老師 跟他們那邊的學習社群 對 你怎麼覺得說T1 它對學SAM是有幫助 而不是說好像T1就是 就是大家上行操作 然後兩小時就混過去了 然後SAM還使用 然後我們只有的方法再教 這個才是做到 怎麼教的 這就是師資的問題 這不只是師資 這也是整個社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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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 十二年度教科剛的一個 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不會是完全 有我們的科剛來決定 我們常常是 老師跟學生 是用一種共同創造的一種態度 甚至像他們的課發會 像高中 像高中課發會 可以爭取他們自己學校的特色課程 或是爭取一些 跟社區既開的課程 就以前是社團 或以前是第八節的東西 我們現在可以進入 就是正規的實術裡面 就是你可以自學 就發展自學能力 然後跟老師發展出一套自學 這個東西其實好像就是 大概現在都 老師都有點緊張 就是一個很新的 對 因為他們在當 這個師範學校學生的時候 自己不是這樣學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其實是很多是 類似標竿學習 就是說我們在 106的時候 我記得就已經開始了 當時是決於107的上路 對 那現在要108了 那但是 當時我們就已經透過 好像做官課啊 共同備課啊等等的方式 先在一些地方去試練 先去釋出這樣子的一些計畫 那舉例來講 像 我記得教育部有一個 中小學數位學習成分的計畫 那那個就是讓各地去提出 能夠融合AI 或融合任何就是 T&E的科技的進入 SAM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只要做出兩三個例子 像我記得我在那種網城上 做功課的時候 有個看到台南女中的一個例子 它叫林工少女的秘密 那他做的事情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 他們都打排球嘛 在運動上的 對 那他們都打排球 那排球 而且他們的賽制 是幾乎全班每個人都會上去 所以說他們就 來做運動內衣 那這個運動內衣 它就是我剛才講的 Personal AI的那個概念 就是說 對 你要先掌握 它在數學上面的 就是曲線啊 之類的 但是也有加成啊 也有紡織啊 對不對 那TN1的部分 就是類似我們的 Maker的一個教育 就是他在穿這個 運動內衣的時候 他一方面是 運用一些數學資訊 來讓他在打排球的時候 盡量不要有所阻礙 那二方面 他也是勝利感測器 那但是這個 並不是穿到什麼雲端 這個並不是被監控 這個就是他自己的東西 那他自己的東西 他透過AI來判斷說 他現在目前的訓練狀況 是不是已經超出他的 體力的負荷 又或是說 他已經就是 可能快要分到 是不是再次停一下 等等這種 比較是屬於 緊急醫療的部分 那像 我們如果是用運動手環 或者是用 Apple Watch的畫 它裡面也有 一樣的演算法 但是這個東西 並不是學生自己開發的 參數的 不是學生調整的 所以學生就會覺得 這是外輪的東西 但是當他們用這樣子的教案 對 實際去實作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第一個這並不複雜 這絕對是高中生 甚至國中生 就可以找到我的 實權 的數學 那第二個是說 所謂的人工智慧 它就是 個人工智慧 有點像我們以前 電腦說 個人工智慧 所以說 每個人可以對他 有不同的期群 那不同的期群 就改啊 改幾個參數 它就變成你想要的樣子 那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會 在一個大家用得到 又實際上是 結合各個不同的領域 而且每個新的領域 家政或什麼領域 都覺得 我有多一點事情做 的方式去被設置出來 那這個時候 在學校課發會裡面 這種教案的位置 就是變成提高的 因為各個都有進來 然後第二個是說 各課被 inspire之後 以後他們就會想說 喔原來提議 可以這樣子加強SAM 那所以他們就會去 用這個方式去設置出教案 那這些都是人工智慧 所以因為你之前看 一個訪問說 你覺得 就是AI其實不是一個 大家覺得很難的 也不是一個 就是知識教育的 那個程度 因為我們想講 你用人工智慧的話 它就是一個整治性 對 至少不是嗎 你覺得它是一個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 掌握了這些 終身應用的 對 因為即使是 我們講程式設計 就四個字 對 其實大家的腦裡 是不同的東西 對 沒錯 而且我小時候的設計 跟你知道我剛剛覺得 其實不一樣 對 像我們如果 用scratch 那就像拼拼圖一樣 或者logo 就是小孩給我轉 轉去之類 那這種程式設計 它就跟學樂包 其實沒有什麼兩樣 它其實只是告訴你 東西怎麼比較結構化 會搭建起來 是 所以有人會覺得說 就是你只要學到這個基本的 就會在 也不見得嗎 對 事實上很多時候 你運用AI 你也真的只需要動到這個 真的啊 對 只是說就是你把別人 已經建一好的模組 拿出來 拿出來 然後動一動 那這個是可以 這也可以說是在運用AI 而且很可能之後大部分 從小學生的小朋友來看 這個對他們就是有一些幫助 讓他們在 就是說我覺得 這裡的重點 並不是他掌握 調整AI的參數 或者是演算法的能力 而且他覺得說 AI跟它是生活的一個部分 你希望就是 就可以從小孩 轉成生活 幫你拿出來 不假式的東西 拿出來 對 拿出來 幫你去做更多 就是養成說 只要是重複的 或者是 你在這個中間 沒有再學到什麼 機械性的工具 工具人式的東西 都拿出來 就應該要讓人型工具來做 那 對 因為你交小孩變成工具人 到最後他也不會 比人型工具厲害 所以這部分的訓練 可以說是白費的 那 以前我們還可以說 這個必要是 因為有一些 我們說認知的工作 而不是勞力的工作 那這個其實是 怎麼講 就是沒有辦法自動化 但是未來是 越來越容易自動化 就像我們現在也不會 教小孩 像以前英文啊 Computer 或者Editor 或者是 Calculator 這些字本來都是講人的 那或Printer 以前Printer講的是 拍子工人 對 那所以 我就說這些字 它本來都從描述人 變成描述機器 那 對 那所以 當然在這個 在中文是 不是這樣 我們會從什麼什麼 語言變成什麼什麼機 對 但是意思是一樣 就是說 隨時自動化的訓練 機器就是做人 本來覺得說 我 非常 專業化 這個專業化 有相同的輸入 我有相同的輸出 它的這個範圍是被定義得很好的 那這部分幾乎 只要老師父願意花時間 跟AI相處久一點 慢慢的AI就可以掌握了 AI是很好的學徒 對 那所以 在這個部分 我們還有沒有必要去 讓人一直去學說 相同輸入相同輸入 不同的人來做出來的結果都一樣 這種所謂 中交Trivial 就是ROM的東西 那這個是大有疑問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讓小孩養成說 如果任何時候 我們是被放在同一個跑道上面 相同輸入相同輸出 只是拼一些速度 或者是這些 的這個部分 他也許做一次兩次表示 他掌握這件事 可是做到底十五次的 所以我們應該就要移除了 對對對 其實這樣聽起來就是 就AI的出現 對我們教育 功能都挺多超大 那從教育來說 剛才有提到說 那您覺得我們的十二年國教課 可以應付這樣子的專業嗎 當然可以 當然 你看過我們那個 對 我是課堂會成員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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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初聽的就是 你覺得就是 就當初十二年國教課 已經有注入 對AI 時代這個 所需要的能力跟機會 對 因為我們當時在做十二年國教課 的時候 他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 他把我剛剛講的那種 專注於技能 既定的偽道 所謂技能導向教育 變成所謂素養導向的學習 這個是最大的中方的精神 那裡面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自發 那自發學習 對自發學習 就是我自己發現一個 我不懂的 或者我想要改變的事情 那學校就是我的資源 但是學校之外還有很多別的資源 那所謂老師的角色 他不是教育者 他比較像是一個共同體驗者 就是他跟我一起體驗學習的過程 那當然他可能沒有經驗 所以他都 他知道說 網路上的東西不一定都是真的 或者說你要怎麼樣做批凡思考 你要怎麼樣有媒體試度 那所謂三面九項 所有的素養 都是在老師跟學習一起體驗學習的過程裡面 並且學會 這十二年才最怪嗎 是 這不是那個 十二年 對 因為如果是 我像老師他掌握一切的話 事實上這個只能是在 老師他自己是學生的時候 存在的東西才有用 可是我們現在講的這一大堆東西 當老師當年是學生的時候 都不存在 對 我想老師的 其實我以前 類似的總統醫生 都發生一下 建築發展大學 成功之後 就發現 建了一些學生 就發現老師的利益 就是現在這個時期 對 就是說 其實老師他 之所以會來當老師 他當然還是對跟人相處的一些能力或熱情 所以我們現在是放大這一部分 但是減少他二十年前掌握了什麼東西 所以現在就拿來傳授力的那個部分 因為那個部分可能已經不relevant 可能已經不重要了 完全不 對 可能重要的只有一些基本概念 但是所有的應用的部分都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從 就是所謂的技能導向教學 變成素能導向共學或 就是共同體驗的這種概念 像 那我們傳授分科系的方式 會有很大的利誤 是啊 那怎麼用 對 可能這種高 就即使這個教育的分類 可能都會因此做了很大的 我們的設計的目的就是說 他在高中階段 尤其是高一 他在探索自己興趣的時候 他不會那麼快掉進技術高中 或者是反過來的 他的轉型在以前是很困難 那在現在我們讓他盡量變得很容易 就是他從高一到高二的轉型 那即使到了高二 同樣是技術高中 或同樣是普通高中 他還是有很多他自己選課的可能性 所以當然我們不是說一下就是一生一科表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看到高中的時候 他的想法是這是我可以用的資料 而不是這是我非得做的一些事情 不是他的義務 是他的權利 那這個其實就是大學教育的重力 所以我們就是把那個東西先放在高中 對 那等到他高二高三 他按照自己的興趣 形成了他的一個學習危機之後 也許他就不用去念大學了 也許他就先去做應用 那應用一段時間他發現 我還是需要一些理論基礎 我才能做建議的應用者 他才會到大學 你直接一下再多的學習 是是 而且大學現在可以念十年 是是 所以其實他就進去出來 進去出來 你覺得自己有點像 周五轉高 應該是說如果他還是很期望 用本來那種一條線的 然後他就是對某個研究工作非常有興趣 他就是要盡快的到波士丹 去跟教授做那種方面研究 這種學術部分的學術 我想真的是很重要 我們還是會支持他 只是說之前的問題是說 對這個沒興趣的學術 好像也會被社群的壓力 或家長的壓力 好像非得這樣做到他做不下去為止 但是他自己其實並不舒服 對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 所謂世信洋財的世信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覺得 他對應用比較有興趣 那對社會創新有興趣 那他的興趣不是放在高等研究上 那這個時候他應該可以盡快的去找到 他在他的社區裡的資源去繼續做 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提到說 認為 這個教育方面 職業方面 就算是 其實網路上充斥的時候 什麼行業會被取代 對 而且幾乎 差不多20年之內 好像有九成以上的職業都可能被取 當然 那您 堂一這樣子的說法 我自己是程式設計師 那 我們在開發 我的專業是 所謂的電腦語言學 那程式語言學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我們去觀察有哪些事情是 程式設計師反覆的手動的在做的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電腦裡面 讓機器來自動做 所以同樣是程式設計師 從當年打工卡片的時候 到現在 就是 其實你看它的實質工作內容 是完全不同的 那意思就是說 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也許職業的名字很一樣 但是我們做的事情裡面 所有可以自動化的部分 可能都會自動化 那留下的部分就是 還需要不同生命經驗的部分 我們現在 如果兩個人做出來的判斷 總是相同 那這部分當然就可以自動化 但是我們大部分職業裡面 並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還是有一些不同的人 會做出不同價值判斷 或是人跟人之間 他需要互動 需要生命經驗的交流 那當然大家生命經驗都不一樣 那或者是甚至想找去共同價值 那這個部分更不是AI可以做的 對 所以自發 互動 這三個素養 就是我們覺得 它不會退潮的 不管哪些部分被自動化掉 剩下來的那些部分 在這三個素養底下 還是不會被自動化掉 所以我想這裡的重點還是 你的目的是 掌握某一個很熟練的技能病死 並且把它變成自我認同 還是說你要讓社會 往你覺得更好的價值去邁進 創造一些正向社會的影響力 若是前者 當然那一部分被自動化的時候 你發生失落 但是若是後者 這部分被自動化的時候 你覺得還很好啊 我少做一些事情 我也更多花一些事情 做不少做的 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不同的價值觀 像台灣好像一直沒有做過 類似的外種 哪些行業會消失這樣 對 那你覺得台灣會需要 就這樣子 你整理這樣子的技能嗎 我們現在有做一些 就是基本職業的那個 類科跟職業 就能對應的這個盤點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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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特別針對AI做的 它比較是針對 我們 就是技職教育的 我要講復興 好像是很奇怪 但是 我們重新把教育 重生 對 重生 這個也在做這個 對 比較是針對這個 對 真的 但是 這不是針對AI做的 我自己對AI的感覺是說 當我們把這個分類做出來之後 在實力的工作者們 他會把AI看作是協同工作的夥伴 對 他自己會判斷說 哪些事情適合交給AI 哪些事情 他在現場 以他的經驗 以他的生命經驗去判斷是更好的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國家去要求的 這個就是在現場 我們儘可能讓他 提出他 覺得他很容易 他不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去讓AI的研究者 跟 學習者 對 可能甚至像 所以像靠體那樣子 幫他做出來 那尤其對中小企業 他們是很 很 所以AI是非常開放的一個態度 就是任何他們覺得鐵絲通話 不管他們都很願意拿進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 在實際上面 人跟AI互動的這種經驗 那這種經驗 才是我們形成 所謂什麼樣子是安全的 或者是怎麼樣是可信任的 怎麼樣是可解釋的 的AI的材料 我們不能很抽象的 做壞一個盤點 就說這幾項 AI做什麼 這幾項AI做什麼 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的 好 因為大家進行車的 實際上面感慨說 以後我們 我們就沒有這一個行 因為他覺得自動車 實在更不重要 是這樣的 對 那如果遇到這樣子的 行業的說法的話 那總會有一個 輸導轉型的 進化 測試 對 其實嚴格來講 你在坐飛機的時候 你也不那麼需要機長 是啊 可是還是有為機長的 機長需要應變 對 就是說它其實剩兩個功能 一個比較像導遊的功能 嗯 所以機長還是會廣播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穩定一下大家的繼續 是說機器出事都會 對 那第二個是說 對機器出事的話 它有domain knowledge 它可以去 當機器碰到 它沒有碰到的時候 機器盡早告訴它 然後他們一起來找出 這個 不同尋常的情況 要怎麼判斷 但是如果情況是 完全很尋常 跟之前飛五千四的 完全一樣的這個 天候狀況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機長在飛了 是 對 所以我想駕駛 它多一些時間 會變成 在乘客場出 哦 你覺得是這樣的 平白區 你也不覺得 你也不覺得 對 但是其實我也可以跟他聊天 那 而且如果我對路況有什麼想法 之類的 那我可以 我手機像現在 大家也都有GPS 我可以去比對跟司機說 我現在趕時間 為什麼你現在走這條路 為什麼你不走那條路之類的 那司機會跟你做一些對話 那目前主要的問題是說 AI它也許能夠去做這個路徑的選擇 可是像你在Google Map 它告訴你這條路最狂 然後它上面說 為什麼要路慢 是因為這些地方在塞車 那它塞車是用一些紅色的區塊表示 可是當你在問戲螢幕的時候 就是說 那為什麼 你這段是在塞車 你怎麼知道的 或是說 我有別的消息說 我這邊有一條小路 你可以燒過去之類 就是它進一步活動的時候 活動可能沒有辦法跟你這樣子活動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有一個人 他有點當作 AI跟使用者中間的這個轉譯 或者這個橋樑 還是非常重要 還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就像是 哪一個不太恰當的地方 就是 所謂的 就是動物溝通員 如果 你跟你家狗話 這個 這個感情不是很好的 對 你還是會需要人 把你想要給狗狗貓知道的事情 用某種方式讓牠們聽懂 那狗狗貓 也許也有想讓你知道的事情 那 那同樣的一個好的 就是 陪伴動物的人 也可以告訴牠們說 牠們現在這些 飛魚遠循璇是什麼意思 那 我們從小可能 不一定都跟狗貓一起長大 我們也許真的不知道牠們這樣交 或這個 身體態度是什麼意思 所以在這個中間去促進兩個 彼此更難了解 這樣子我覺得還是很重要 是 其實聽起來其實 就比較樂分 並不是說 索哈利一定會被拳戴 一個是 計程車司機 當然就是最容易被拳戴 其實它都還是會有 很拳戴的家 實際上是 其實說你可能要提醒牠說 你未來需要這樣子 一個AI 你的很多工作都會被AI拳戴 因為在有 就是 汽油引擎 或現在 新的引擎 幾乘引擎之前 那是人力車 是荒包車 那 所以你說 人力車 荒包車的車服有沒有被拳戴 是有被拳戴 可是它現在變成 今天這次企業 對 所以有可能就是有個 就是把他們裝了一個AI 他還是做著 然後可以 可以 或有 都有可能 那你會 政府會針對 就是各式各樣的職業 就是做一些職業培訓 就是比較大規模的會 會 會 你比小中一規模這樣 我們目前還是把它放在 中生教育上 然後我們大概不會把它 想成是職業培訓 因為職業培訓 很多方面 再教育 對 還是有一種再教育的感覺 這個感覺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說 還是要看這個人的興趣 那所謂大學可以念十年的 後面的一個意思也是說 職業培訓 對 人的興趣是一直改變的 那所以 他不是說 他隨時 進了一所學校之後 他未來四年就被綁在什麼上 而是他隨時 發現到 這個東西配合上他 本來的學生經驗 他可以做一些新的事情 他就可以去做 再回來 再不然的時候 一定不是同一個學系 但是無論如何 他最後還是有畢業證書 可是那就比較像是 他完成了哪些學程 而不是他是某一個系的畢業生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 終身教育的做法 其實也是AI的幫忙的 因為AI是不會累的老師 所以在中間 我們為什麼能夠 就是說他都是互相搭配 我們為什麼能夠支援 那麼多不同的新的科目 主要原因也是 因為裡面有很多部分 他可以在家 或者是在他 延續教學 對 延續教學 透過AI 或透過資本訓科技 來進行工作 因為不然的話 你不能保證 每個地方都能好好的老師 但是你把它錄起來 甚至變成某個對話機器人 你就可以確保說 大家想要的時候 都可以跟這個老師的分身去互動 那像這些東西 在中間教學上面 如果沒有這些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複集的 就好像 如果不是小生女孩 讓高中的課堂空位出來 我們也很難做選修啦 這都是一樣的道理 這個教學會去開放性 大學的開放性 可能其實也是會 然後隨時自到大學 任何一個職業的人 對 也是這樣想的 對 對 剛剛還是講 因為現在你自己關起來 你覺得哪個行李 就這個被取代分 整個被取代分 對 對 你覺得可能 這個被需要 裡面的存在 像我寫之前 感覺就是說 司機可能這裡是最危險的 你你自己這樣說 對啊 好像還OK 但是你的確需要 跟司機打電話 對 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它裡面完全沒有人 互動和成分的時候 他也許就比較容易被取代 作業有之類的 機械手配取代到的作業有 那個也許是有 就是說他本來做的事情就是 完全不需要跟人互動 電話來互動 對 完全不需要價值判斷 然後也完全不需要個人的行為經驗 簡單來講 自發互動共好 三個書籍都用不到的地方 自發互動共好 這三個書籍都用不到的地方 自發互動共好 對 這三個書籍都用不到的地方 就是你自己盯出來 如果都用不到 他的確就有可能 對對對 那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把這個當作總共 這是12年活叫的 所以當設定的時候 其實就是整個都想到的 的確不是為他設定的行為 整個AI的精神都 虽然當時不會叫AI 當時做總共的時候講的是自動化 對 但是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AI只是讓自動化的速度加快 然後讓自動化的樣貌 變得更多 所以國教其實在訂的時候 就有真正的AI舉行做了很多儲備 這樣說是可以這樣說嗎 我想他們寫總共的時候 可能腦裡不會寫AI崛起 其實就是 對 對 未來的就是 但是剛好就是以人為中心的 在社會時代以人為中心的 學習方法 在AI崛起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 我覺得你可以這樣講 所以說本來總共大家是覺得 有點誠意過高啊 我也是說 要太久 對對對 要磨合期 要很久啊 那現在感覺上 就是說不 你非得這樣做不可 不然可能有一整代的學生 他會很失落 我覺得為什麼你當初這樣教我 對 因為其實等這個時候 AI還 因為AI是這兩年都突然學習 之前好像還 就是 你剛二十年做了二十七十年 可是這兩年 突然有一個關鍵的科技 得到 所以學這兩十七年 好像也不是這樣講 就是說 AI我想 我自己就是學到這個 所謂的機器學習的這個概念 它是 在 有一個叫做 ImageNet 這樣一份 很重要的一個論文 出現 的時候 才 才知道的 那 這個東西 它是 二零一二年 然後我們 學計算機科學的 大概都是 一三 一四年 開始知道說 這幾年 對 一三一四 但是這個跟 一般大眾 就是覺得很熱 這是不同的 前年開始覺得很熱 很可能是 AlphaGo 我答應 對 一時的 那時候開始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還是有一點 時間差 其實三四年前就已經 意識到說 對 關鍵科技已經 對 對 關鍵科技有克服 因為之前最早是在 那部電影的時候 對 因為我那時候有過一些老師 就說我們那時候 看愛護電影 我們就去做AI 然後後來發現電影 都只是電影 對 還沒有辦法 對沒有辦法 然後後來到這兩年 突然發現電影出的都是 你不是都是 有一部分 對 對 那 電影中的AI 會流淚 對不對 那就是 現在好像發展到說 AI 那會不會 就是連我們覺得 人類最普通的 情感 創意 你都覺得AI 是不是有做到的 人類 這沒有什麼普通 我跟 我跟 貓一起住 他們的情感跟創意 都非常好 真的啊 所以說我們的誤解 就覺得那個特色 那你覺得人類很有 我覺得 不管貓狗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物種也好 你要說創意 或者你要說 情感 創作 或者感情的 那個豐富程度 也許就跟他們的聽覺的 那個敏銳程度一樣 是超過人類的 我沒有覺得人類情感 特別豐富 那個AI AI是經濟 是 所以它也會有 因為之前比較都是最高 棒的東西 重點還是說 我們要把多少 我們現在在 用來做所謂非語言訓息 你剛講到情感大部分 是非語言訓息 對 的這些部分 放到AI 它已經學習到這個 裡面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我們要不要的問題 不是它能不能的問題 要不要把情感這東西 教給它 或是把它創意 就是說它 它同樣是 學習 你可以讓它 學不同的東西 你可以找它下圍棋 但是 它也可以 一面下圍棋 一面解說圍棋 跟你聽 或者它也可以 用在這個解說過程裡面 使用我們 習慣的這些 就是 它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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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經驗是機械會取代的 對啊 因為我們養AI的方式 就不是養小孩的方式 我們目前還沒有了解到 小孩的大腦在成長的時候 是怎麼樣自己組織的 在我們深刻了解這個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把AI當嬰兒來養 那如果我們不能把AI當嬰兒來養 他在生命經驗的人他就不會 比方說我們一輩子的記憶 灌到那個AI然後他就跟我們相處走 問題是你有養廢子的記憶嗎 你自己都沒有 我現在說幾年幾月幾年 你講得出來 是是是 因為你有的東西 你可能不知道怎麼拿出來 交給人家 這個部分還做不到 所以其實AI輸給人 我們還暫時不能取代 就是我們的生命經驗 是啊 然後這才是創作的特質 這才是人類的特質 就是說這是每一個個人的特質 這不是人類的特質 這是每一個個人的特質 每一個個體的特質 那同樣的在他的腦裡 也有他的社區 或社區的特質 他的人際關係的特質 那所以所有這些其實才是 你的獨特性 我們目前沒有辦法 傳授給AI的獨特性 因為我們自己都不是很確定 這個是怎麼做的 對 我們的特質跟我們的生命經驗 其實不能用情感或是 對 就像 因為我之前才忙很多 然後就像 比方說那個 博物館到來 然後博物館 研究人就說 那個AI 他沒有像我們有這個 他說藝術性是AI選不到的 可是事實上你覺得也是選不到的 他可以靈摸嗎 他可以靈摸 可是他說藝術性就是 就是你可能覺得很像 那你缺乏那個 因為藝術性的官裏 你覺得別人沒有 就是沒有就是 生命經驗 還有 情感還是 對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AI他可以很容易的去 產生出一個 你聽不出是 AI做還是 巴拿做的 音樂 但是目前 因為他沒有整個 生命經驗脈絡 所以 所以 我們如果 你看一個 現代舞 你覺得很感動 那你下一步就是 你想要更認識這個 跳舞的人 你要知道他的生命經驗 怎麼樣 影響這個舞蹈 或者是編舞的人 他的生命經驗怎麼樣 影響這個舞蹈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是因為他的生命經驗 跟女中間有一些 相類似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透過他的作品 更認識他的同事 也更認識自己 那我們對AI也可以做類似的事 可是他並沒有相應的 生命經驗回來 可是你覺得 他的生命經驗 可以在他的舞蹈中 就跟生命經驗缺乏 可以在舞蹈中辨認出來 當然不行 你如果只看單一作品 那是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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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要去追思維到後頭 那個創作者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那個生命經驗缺乏 對啊 其實作品 只是我們認識作者的 第一道門 所以我們不管作者 是不是已故 那這樣我們透過歷史去認識他 或他還活著 我們透過互動去認識他 其實作品就是藉口 它就是讓我們更認識作者的藉口 所以你要靈默作品 那個非常容易 那就像從文藝復興時代 或更遭遭以前 就有專門學徒 專門學徒 專門學徒 對 他能夠把大師的話 畫到可能比大師還好 可是我們還是要成績 對 但是我們還是要成績 對 那原因就是我們 我們也要大師當年的那個缺陷 那些缺陷變成是 我們更了解他那個人 對 對 那個是定默 你說能不能做到 一般的藝術建築 你要分不出來 可以做得到 對 可以做得到 就是 它的確是可以做到 對 不過這也就是會有些證 因為我們就會覺得說 如果它可以做到 跟它一模一樣的藝術作 對 這多很多藝術圖 你不是很好 不是 生命又更豐富 藝術直接出來 就是那天 對 可是這也是一個比較 就是可能 就是以後要討論到的 道德性的 那之前 很久前 那一方面那個 科技工藝老師 一直被說 悲哀出來之後 會相關的一些 道德的不一樣 是嗎 對 就像這些 是呀 其實現在聽起來 是輕微淡性 但是在藝術界都是很大 當然 當然 不過就像 當時最早 錄音技術發明一樣 從以前都只有現場的 但是後來就變成有錄音 然後錄音還可以幾乎完美的 複製現場 對 有時候比現場更好聽 而且你還可以重複一首聽 對 那所以那個也是對整個藝術界 造成非常大的重建 那等到 而且以前還要跟著載體嘛 所以你還可以去綁載體 但是等到變成線上之後 那就是串流音樂 那串流音樂的時候 甚至你要說載體賣了幾份 這個數字又變成不太有意義 所以到之後大家怎麼樣回去 就回去做現場 因為只有那個梅子才不一樣 梅子不一樣才是最不能夠被複製的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東西它當然都是隨著技術 整個從業員 他們會重新思考 自己對人類或這個人民 還有什麼貢獻 那它沒有貢獻的部分 也許就不需要再覺得有多麼特別 對 那它有貢獻的部分 就像蒙明晚還是那位下圍器的朋友 有時候那之後 因為圍器是很開心的 兩個人下棋的時候 有個精神狀態是很開心的 那精神下棋就去 對 它的意思就是說 那也許未來職業其實 它就是更像是一個 一個遊樂園的經營者 它可以去透過AI 因為AI的自動畫 它可以說 你要變出一個企圖來 讓它有一定的挑戰性 或它想要強調哪些部分的人格特質 什麼 然後讓來的小孩 或來的學習者 能夠有一個 對 有一個正確的企圖去認識它 那它在中間也是一個共同體驗者 而不是一個教室 那而且重點就是說 這三方都不是彼此競爭的 因為你要跟下圍器的機器精神 就沒有意義了 那它就是這樣 你可以想的狀態 其實AI其實整個顛覆了 人類的一些全部 問題 首先可能再也沒有 學生跟老師 因為大家可能都是很愛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因為你有了AI之後 那個專業部分 其實很容易就達到了 嗯 專業部分裡面 柔的部分 就是兩個專業者 來做的一定營養分那個部分 就很容易就 對 就一直老師覺得我 我多了二十年 我手臉的部分 可能就瞬間就沒了 對 然後就是它會 所以你的理想是 AI其實比較世界的平等 嗯 挑戰權威性 對 但有一個前提 就是每個人在網路 在硬體 跟在 應用上 都能夠公平使用它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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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長過AI的人 就變成神 對 那這跟跟電腦一樣 或者跟網際網路一樣 所以這 你現在最重要的 做的 除了教育 就是缺好 這個是人權 就是平等 所以這是你 目前 就是在推AI 教育之前 更重要的是 要先做到的 然後才能夠全面 所以你的計畫是先 把網路裡面做完 再 沒有啊 AI也是明年就要完成 除了AI 你會開始 就是說 前瞻計畫中 如果我已經確定 這麼強 我想知道比較明確的 AI計畫 對 好啊 我們現在在 AI跟教育的工作上面 我想最主要的還是 前瞻裡面的那個 強化數位教學 他們可以申請 對 然後 學校自我申請 對 那裡面有一個 分享 叫做 其中等級學校 新興科技 職任職 的這個字計畫 途經中小學校 對 對於 新興科技 職任職 這是一個計畫 對 這是一個字計畫 這是剛剛那個裡面的字計畫 對 那整個計畫好像是60億 有沒有記錯 明年開始起動 今年開始起動 今年開始起動 對 那所以 這裡面的重點是 有一個 trainer trainer的概念 就是讓老師 理解到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台南女中的那種 學習方法 這是當然很重要的 所以要先training老師 才發展 對 第一步要training 第一步要training 對 那怎麼去training 會 會有輔導團 就是會有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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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加征AI Plus AI Plus 會有AI Plus 不同科目的輔導團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跨科目的工作上 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些 標竿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字 在隨便嗎 標竿案例 去講說 傳統上對領域的分類分割 可能當AI進來之後 我們不是長得像 大家想像的那樣 對 那可能還是要直接 motivating example 先出來 那這部分當然 我們很感謝 就是中小學術 學習生的計畫 這邊先做 先做 因為剛才剛才你長的 對 沒有離婚車站成功之後 對 都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教材 對 對老師的教材 對 所以這輔導團的成員 不是從AI科技 我們現在會有所謂的AI學校 那當然民進有辦一些 然後各大廠 對 因為也有各大廠 各大廠都有 但這邊會訓練出來的學員 那這些學員 他在學的過程裡 都是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 那所以這裡面當然也包含 我們這邊所提出來的一些社會問題 所以還是透過美俄的方式 那這個講起來很惆悵 但是我們最近的總統 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可能看從我們黑客森的做法 會比較知道 就是從黑客森找出適合的 緣 對 他不理想黑客森 因為大家現在聽到 黑客森都覺得只辦一個週末 可是從我們黑客森辦了三個月 在這三個月裡面 他無名是 有一些是我手上很多資料 但是我沒有辦法做分析 我要徵求有AI分析能力的人 有一些是相反 就是說我是很有資料素養 或者是能力的人 我拿不到我想要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 我希望政府去協調 把我需要的資料給我 我才能夠訓練我的AI 那這兩個情況在中美 有一個總統的發展 像在有一隊是台灣自在水公司 他們有水壓跟水流量的資料 但是他們想要知道說哪裡有漏水 那經驗豐富的老師傅 也許看那個就大概知道 可是你不能讓他去看全台灣的 他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看 所以你就是把老師傅的這些概念 去讓外面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些政大的說實生 資側會HTC行政院資訊處 都有人進來 然後他們這些AI工程師 拿了自來水公司的資料 跟老師傅的一些經驗 然後試著去訓練電腦說 像老師傅那樣子去判斷 真的有用 他們可以去看到說 半夜這個地方應該用的水應該少一點 但是他都半夜 反而有一段時間用的水 比其他旁邊半夜多 那應該就是漏水了 那這樣他可以大幅減低 就是說去維修漏水這個成本 因為他去的時候 大概就已經確定他漏水了 他不是用尋查的方法 久久才能尋到一次 那像這個就是有資料 但是其實找研究者 那反過來也有 就是有研究者 像天下材質他們也幫我們 他們想要知道治水 治水的預算跟治水的地方 跟台風跟人口關係跟水災 到底有沒有關係 就是說我們治水 到底有沒有淺花在道果上 那所以這也是 但他們沒有資料 所以我們就是協調他拿到 綜合的預算計畫的實際的資料 就是第一次產生這些資料 他們才可以套進他們的軟體裡面 去算說這跟台風水災 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之前真的開放這個 是有這個意思 是有這個意思 因為現在的AI它非常的data hungry 它的它多好大概就 就是看他的資料給的多好 那就像小孩一樣 你教他很偏頗的東西 那他發展就很受限了 那你教他的東西 越多越豐富 他會變成一個越豐富的樣子 所以其實在名校裡 你知道 推動很多東西其實都會愛 好有程度就是 互相會應 當然 所以並不是特別會愛 可是它就是適應這個數位時代 我們必須從基督學習總經定義任何的東西 是 是 聽起來是一個很創新的東西 可是 可是像之前就是有提到 道德這麼一個東西 然後是因為全世界各有的 都還沒有辦法 可以豬肉回來 對 因為這不是肉 就是說 我們人跟人之間的文明 就是人在人群當中 好像說我現在帶著我的狗 然後在捷運上 新的秩序如何形成 新的秩序如何形成 那有一匹馬現在忽然在街頭出現 人家怎麼跟他互動 他不是靠法律 他是靠我們透過 我們看到這個新的訪客的 或者新的新住民的臉 然後慢慢的去了解到說 我們自己對自己的理解 怎麼樣被他所改變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透過彼此相處 找出雙方都覺得 comfortable的方式 那這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要想像 從他的角度看 我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像剛剛講自駕車 我們花很多時間在用三輪車 或用慢速的方法 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的方法 讓大家進入那個三輪車的世界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突然停下來 他看到了什麼 他看到了什麼時候 怎麼樣讓旁邊的人知道 那這些東西不是你用 留下還是他的法律能夠去訂 所以你覺得 嗯 就是他 因為之前的立委員 就是立委員 立委員說他要去訂的方式 然後 沒有我沒有訂法 沒有我沒有訂法 但是我們訂的法是 它不像說 像金融創新實驗 及發展條例 簡稱金融科技效果 那個東西也可以拿來做AI Panking 也就是說 用AI來當你的理財專員 這些事情 那金融會本來也不知道 怎麼 事實上沒有人知道怎麼 關於這些新東西 但是我們可以說 如果有一個人覺得他知道 怎麼樣做比較好 那他可以申請六個月 還是到十二個月的實驗期 這個實驗期裡面 也盡管會不來罰他 而且他可以challenge 現有的一些條理法規 然後就是說 在這段時間裡面不適用 當然他不能實驗洗錢 或自主公共分子 那個沒辦法 但是其他的大概都可以挑戰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搜集他的共享的資料 跟搜集實際有在用的 立派關係人的感覺 那重點是這個感覺啊 因為如果是 大家從上網下壓的話 大家一開始感覺就已經不好了 但現在是院者上工 建議進入這個金融規矩 就進去 那我們經過六個月 來看一下大家感覺怎麼樣 如果大家覺得說 這真的對社會不是好事 時間就停了嘛 我們法律也不用改 我們感謝投資人付的學費 但是如果 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大家覺得這真的很好 那這樣釋出來的新的NOR 我們才有可能變regulation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法規才可以挑釋 我們是距離挑釋 社會還在識別的場面 對 所以還沒有要得ROM之後 才可能去考慮說 要不要頂一條法規 不是 我們訂了 所謂Sharp和Sandbox 的這種法律 它就是立法院在說 我們未來 像這些新的AI Banking 接下來AI Mobility 就是無人載具 我們是靠人跟機器的相處 來回來頂法規 而不是我們在前面相處的時候 憑著想像頂法規 對 所以這等於是已經定了 這個就是叫做金融Sharp 那接下來就是叫 無人載具創新實驗條例嘛 我們叫AI Mobility Sandbox 對 可能在台灣隨時 就是同時會有一百個不同的 相處的實驗在做 這很像什麼呢 很像實驗教育 就是我們一方面有 國民教育課綱 但是一方面可能有 一百個不同的在家學習 或者是團體辦學 或者是公幹命運 正在執行嘛 實驗很開 實驗很開 那我也很坦白講 實驗教育我總是成功 很多是做的效果會 但是有一些是不錯的 所以我們經過了五六年 那我們在做新課綱的時候 我們回過頭來看實驗教育 那他們在自發 在互動 在共和的這些素養上 有哪些貢獻 那些貢獻 真的是好主義 我們就放到課綱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 好像研究跟開發的關係 那當然我們 慣性教育 就是所謂的國民教育 它不可能是 我們拍腦袋就想出來的 它要奠基在很多實驗教育 已經累積出來的證據上面 那但是實驗教育也很坦白講 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時間去做 所以我們就是讓那些 有時間先做的人去傳 就這樣 這邊可以進出了 實驗教育的案子 對對對 所以你就把這些 這兩個沙盒 可能未來還有更多的 想成實驗教育跟國民教育狀況 就是 你 你可以給你的 擔心 被你 AI 搶走 不做的 職業的一些建議 對 OK 那我不小心這樣 就是 最簡單的就是 保持 好奇心 然後 只要保持好奇心 然後 覺得這個好奇心 可以 帶你去 掌握一些 本來 你覺得很陌生 很不熟悉 的 文化 保持這個 其實就是自發跟互動 就這樣 那共好我是最擔心 共好我不擔心 但是 自己擔心 我不擔心 因為台灣是一個 共好人要吃的紛紛 充滿的一個地方 對 但是我比較擔心自發跟互動 就是 如果 他就是覺得 好像沒救了 會失業了等等 他的那個好奇心 比較難被引發 沒錯 但是如果你去花一點點時間 想說 但是為什麼是這樣 或者是說 但是我還有那些事情 我感興趣 那就可以了解到 所以整個終身教育 接下來的制度 是對你有利的 因為說真的 學校很需要學生啊 現在 所以 所以學生比較大 所以你過了 大學代表 有要開放 開放課程 對對對 你現在就是學學生 對 對對對 所以學生現在最大 不管你是 以後 實驗教育也可以搬到大學了 社區大學 是不是也法治化了 那現有的大學 也都終身教育去了 那所以 學生的選擇權 是最多的 所以要了解到說 這跟 當年是不一樣的 當年是 就是幾波都要考大學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壞 這就是新的情況 所以就是說 只要有好奇心 那麼滿足 後期心的資源 總是在那裡 但是當然 逐漸你會碰到 跟你很不相的人 你還要適應新的文化 但這個就是互動啊 慢慢 你會想要回收啊 所以我可以說 AI的覺醒就是 就是 確定的就是 中生教育的時代 它更證明的就是 一種時代的時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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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對AI就重新做的 是 因為之前問了很多人 大家講到這麼好 謝謝 感謝你 重新刷新的對AI 看一看 好 謝謝 謝謝 好